我就是成熟一样 那我这是工人呢 我这是门场的工人 我这一位就种水稻了 本来相亲节奏很好 结果咱大马说出前夫的身份 这下咱大爷彻底动摇了 连忙声称彼此身份有点不搭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喂大哥 我在你们小区门口呢 你得出来接我 要不我进不去 我在五星广场 人家先往回走 你在五星广场干啥呢 我在骑的骑自行车 我骑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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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现了骑自行车 估计是溜的 那行那我在小区门口等你啊 正门啊 大哥再不回来 我就要冻死了 赵文德赵大哥吗 你好我是护娘孙茜 真是洪松出山 到哪都是冻粮呀 虽然咱大爷已经快半八十了 可身体依旧阴朗 咱红娘动得瑟瑟发抖 可咱大爷的自行车 照样登得热火朝天 来回是三十三十六呗 下午呢 下午也一天两上夏天 基本不停 基本不停 过春节要是不冷都能骑 你从啥时候开始有这个爱好的呀 我以前吧 我看水大门那时候 给农场看水大门的时候就骑车 那时候骑车是啥 不是这路车 是二八车 什么凤凰永久 就那路车了 这是外孙子给我买的 外孙子说你这那个车不行 这个带变数的 咱们骑车多少年了 到松原开始骑车 五年吧 到松原 那咱以前不是松原的吗 以前有那个洪光能场 咱们在那儿干啥呀 就是能场工人 种水道我们说看水大门呢 看了二十多年 我是零五年退 然后闺女给你买个房子 买个楼叫我上这来 哎呀 几个姑娘啊 四个姑娘一个儿子 要说咱大爷的生活 完全是不愁吃喝 不仅有独立住房 每月还有退休金 所以此时找个老伴 才是眼下当务之选 因为上这个节目 都是想要找老伴嘛 以前老伴的跟闺女给一块住 都不就有点不太好嘛 就这么就跟前面住就了 那还有租房子呢 那房子不是自己的吗 那房子不是闺女的 你不是闺女给你买的吗 那给我买了他们搬我那儿的了 他就老伴走了以后 闺女搬我那儿的了 啊老伴走了以后 就跟闺女搬过来跟他一起 那一个也是怕我孤单 怕我孤独 另外吧也是考着房价 要往下跌 他们那个净鸿那样的房子卖了 找过多少瓶啊 四十多瓶吧 大哥 你这戴帽子吧 还没感觉出来 你这一摘着帽子 头部也都白了 白了 今天多大岁是吧 今年七十六啊 周岁 十六周岁 周岁了 那毛岁都七十七了 对对对 那不应该叫大哥了 就是一丑头发 叫大哥比较年轻 把我叫年轻了 更好了 就是叫大哥丑的比较年轻了 对 那行那就听你的 我就叫大哥 我的心态年轻 我跟上行是了 他们六十多岁的 我都跟他们都一样差不多了 看咱们这这块有个拉力气 那就是我说断了拉了 就说这 两根 这应该是五根 应该是五根 刚进门咱红娘就是惊呼不断 虽然上了年纪 可屋子里打扫着一尘不染 没事的时候还锻炼身体 说完就跟红娘表演一段 哎呀挺简单的 挺简单 一个饭锅 一个炒锅 这一个压力锅 那腌点酸菜啊 整点咸菜啊 那没有 没有的 那菜呢 菜现吃现满 有小冰箱 就也不存 那不存 就是现吃现满 现吃现满 这是洗手间 对 洗手间 不是你烧水壶 为啥放那顶呢 我心思你们来都不规矩嘛 原来都在那顶放了 原来都在那了 你觉得现在规矩就得放那 对对对我就放那 我刚刚心的跟你说 我在烧水啊 咱们千万千万不能在 那个马桶上面烧 不得不得 你知道吗 麦一那马桶一冲它 细菌它就进去了 我厨房烧了 正常都放那 我还行 那我说烧水壶怎么能放马桶 没有 没有 瞅着我们直动 我们来瞅着 是吧 真的 这不是冰箱吗 冰箱里有点临时有点菜 冰箱也太简单了 这一个人用一个人用 这个能做 我老爸说 那这我退休以后就是我做饭 他手脚吧有点不太好使 腰腿疼 这个能场吧就是查阳好少做的病 那时候家属都得干活 都得查阳好少全是父母 55年呗 那你俩属于金婚都过了呀 嗯 他二十二 那跟我们俩结婚 那时候我 个能场那时候也挺困难的 所以我母亲去世纪找 我父女那时候领着我们哥俩 就三个光卧的那一场 嗯 来到我们家 一直跟我就是这么多年 我们基本不在打架 反正我脾气也不算是太不好 但是我脾气跟我老外比 那相对比那 就跟人比那就不行 他有啥事啥能担的 嗯 有些事当时不急眼 完了过后再跟你说 你说有些事 你一听这不也是什么 人家说得在理 那你就没啥话可说是吧 不过对于红娘来说 咱多少留点劲 一会给咱大妈表演 按照咱大爷的言辞来说 曾经的日子 可谓是推着小车上台阶 一步一个砍 好不容易熬出了头 可惜就剩下她独自一人 不过今天咱红娘来了 那就代表着幸福就在眼前 就二年的时间吧 嗯 2020年7月份 那不是去年 那去年 那去年 我老外走以后啊 我真是好一天 真的睡不了觉 那是真的失眠 我现在也想走出来了 有啥呢 我也醒着好 老外走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还能跟着去呢 这也不行 生活还得继续吧 是不是 我就是把老外 现在就放在心灵 最干净的地方 是不是 我这找老外也是咋的 他们我骑自动车的时候吧 有很多这个都 见面时间长都认识 说你咋不找老外 你这个身体这么好 后再叫我看你们 这原来播完节目 我就动心了 我其实也是 我的身体这么好 我就看下我呢 不能叫老外着罪 是不是啊 就是找个伴侣 就伴侣 能说到一块的 身体好一些的 过好就是这一段 就很短的时间 过这一段 越有殷勤残驱 人有生老病死 此事古难权 凡事还得往前看 不是看你啊 因为我可喜欢你了 哎呀我自己动 我就是老看啊 那因为我自己 要找嘛 我就心思 我在这里边 那看看多好啊 这我也是学学经验 学学经验 大姐真聪明 终于见到了红娘 可把苏大姐激动坏了 自打从松原市区 搬到这个房子之后啊 她就离老朋友们 远了很多 平时想找个 陪她说话的人 都很难 我办了才还没到一 就一年半将近 那这楼是后买的 那后买的 我原来在街里住了 我住的是大楼 后来这就买个小的 在市里那楼多少瓶 那个将近100瓶 100瓶 那换到现在这多少瓶 这个能有49吧 从100瓶换到49瓶 那行行 因为我一个人了 占那么大楼 费用还挺大的 那个楼卖多少钱 那个楼卖30多万 那买这个楼呢 这个楼16多万 你看 那中间还能省10多万 对啊 我那个楼是姑娘的 这个楼是我的 就是那个楼是姑娘的 那对 姑娘卖了30多万 然后花10多万 给您在这买个楼 完了那10多万 姑娘就自己留着了 那对啊 人家的孩子都大了 要说咱大妈的生活 和咱大爷也是十分相似呀 都是不愁吃喝 还有固定的退休金 这要是凑在一起 那每天岂不是吃喝玩乐 我老公长可帅了 一米八三大个 将近200斤 她还是个领导 我家那个婆婆她吧 就是 就是一个儿子 她老婆婆有病了 我还有孩子呢 我俩一合计 就得我辞了 当然她不能辞了 她都跟我说了 没事我养你 真是用她养我 这不就这一辈子吗 她说这没八年了 姐妹也说难找 你这挑戚太大了 你这些年也没长得着 你敢敢 你都这个年岁了 谁给你介绍 我说上哪儿遇见 说那我就抱吧 要不你上哪儿去 说这谁给你介绍 再说了这两个台 都互相的 那什么 都有搭那个红娘的 就得她们给咱们找 才能找 两个台是啥意思 啊 那个台和你们这个 生活频道 这不两个台吗 啊 就那个节目 你也报名了是吗 报了 听完咱大妈的诉说 咱红娘也是一阵救心 可随后这一席话 心都嘚瑟了 亲亲亲亲亲亲亲 大姐在门口一直找我呢 是吧 心都嘚瑟了 心都嘚瑟了 又要脱鞋啊 不用不用 我给啥也不用 我先正式介绍一下 这是赵文德 赵大哥 这是苏秀英 苏大姐 那好 你来一下 苏大哥这也不久动点 握握手 还行 这个人挺有素质的 对人热情 我就看着他这个人 言品啥挺好的 挺稳重 还挺老实的 我看他对人吧 能有一个热心吧 这个我能看出 我是大眼睛 大眼睛能看出 对 一个人 毕竟一辈子月历载人 对呀 看看他啥意思 有眼神 有眼神 其实说话都可以 挺稳重的 不是相能的 不是相能的 我的小屋小 这还有那个 小阳台 还有阳台呢 挺好哈 小阳台 这不散车吗 是不是 三地车 那这个冬天起不起呀 就冬天就起它 主要身体好一些 我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这刚见面 彼此之间好感十足 对于咱大妈来说 资格也没有太大的要求 而咱大爷不仅生活没问题 还有运动的爱好 这无疑是达到资格的责偶标准了 这心从哪前进走 这心到现在还秃秃的 紧张的 我不知道我咋的了 这心秃秃的 好像不行了似的 好事的一个预兆 现在吧 你要量血压 就是血压就高 现在我给你量一下 你根本就不能高 那么多 连高啥呀 现在不是高 因为心激动了 血量血果高压 100 79 你这个有可能的啥 你等会吃点尖药吧 我可以了 吃啥鸭药 激动了 那我量一下 血量血果高压 100 79 159了 那属于高了 我也高了 这你俩的属于肩啥呢 一见着彼此血压都高呗 那这一激动 就像我们高我这心就得嗦嘛 就紧张 不知道咋的 看我这脸到现在还有点红 真是半路上丢算盘 彻底失算了呀 本来是简单的一次相亲 结果对二老爷说 完全跨进了婚姻殿堂 还没仔细聊聊 结果俩人血压都上来了 得亏咱大爷做好准备工作 现场先测下血压 来几年呢 来五年了 那你就跟孩子在一起了 是自己担过的 我住手担过的 啊 偷营药还得给我鼓励 他住了 我就回到上个节目 买这个房子 因为我怕啥呢 带着老伴 你那帮钱 我给你自己儿女给发过 你能得劲吗 这是猪的啊 对 对 那你那个房子 那是那个 那房子是猪的呢 哪个是你的呀 我没有房子 我房子的农村卖了 我房子 这农村的工厂 我来才五年来 那你就属于没房子 没房子 弄了半天 咱大爷的房子不是自个的 而是为了找老伴专门租的房子 要知道租和买之间的差别 可谓是很大的 不过咱大妈也有房子 应该不会在乎这些事 房子就是有你住的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就管我 对不对 但是我的生活吧 闺女都搭不过 什么粮啊 油啊 她们都给我买 我基本花不多少钱 行 行行 就是行 这个房子我都无所谓了 就是说的 我要有病了 能不能给我拈家去 不能 有病得看 这就是凭你的心了 有医保 我就这个想法 就是说我找你了 因为我依靠你 我就不能说依靠孩子 找老伴的 有个毛病啥的 能不能 就是能不能给治治病 能不能给送家去 等到有病的时候 再给送回去 有没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想法 那不行 有这个呗 那行 不点家就行 果然如同刚才所说 咱大妈也是个过日子的主呀 对于咱大爷是否有房子的问题 完全是不看重 只要对字的好 其他都是天空飘来我字 啥都不是是 另外我还有问题 说吧 你老头是啥 是这个 是居长啊 是你老公当领导 就跟我就成熟一样 那我这是工人呢 我这是农场的工人 我这一位就种水稻了 看水是看辣 但是担保以后就种水稻了 人家是局长夫人说在 人家的条件也被我抢多了呢 对吧 因为她老伴的气质也被我抢了 那好像有点不太般配 不说则吧 一说则惊人呀 难怪咱大妈看着有股莫名的气质呢 原来前夫曾是局长 而她就是实打实局长夫人了 这随口透露出前夫的身份 弄得咱大爷也有点退缩 都直呼自己配不上大妈了 毕竟对老一辈人来说 多少都会讲究点门当户对 那都无所谓 都老了也不能要求那么那啥 咱们就是过日子 但是不是说这长不长的事了 那都无所谓了 那不能比 咱们别说文化小文化高 但是咱们就是局长过日子 文文当当老坑 不用整这整那的 不用说谁比谁文化高 我原来是局长太太 现在我不是了 我也不可能那么走 那步过去了又到一步了 咱不能那么低 说的都挺得体的 说得挺当意 就看以后出那 哎呀招老伯也不是说的 咱们就是上天了 要求那么高 但是咱们还是 平平台政府 不要求那么高 果然有文化人 就是不一样呀 咱大妈还是坚持过日子的宗旨 既然凑在一起过日子 那就应该奔着未来来说 过去是什么样子的 跟未来肯定是 没有任何关系的 要知道咱大妈这种想法 远远超过了很多同龄人呀 只要你对我好就行 我也听这个孩子说 你挺能做饭的 能做饭我挺高兴的 做饭吧 家常便饭 那是啊 身小碰啥的 你不来我不自个儿做吗 那对呀 熟食物我不自个儿熟是吗 我找的不是保姆 找的是伴 有很多他们这节目我都看着 原来不管节目 有很多都是说的这种情况 太孤独了 要找一个伴 找一个陪伴 咱们这岁数不就是陪伴吗 是不是 他还比那个长子富强 他说话挺挺那个 就是稳的 那就是我俩处子看 主要是他要是有个真心真意的 那我就跟他俩就往下走 此时是芝麻开花 节节告呀 看咱大妈的意思 显然也是相中咱大爷了 再加上红娘的戳好 俩人也是板上钉钉子 没跑的了 这样吧 好